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作为我是歌手停播后的又一档国民级英宗 生生不惜帮助芒果再度证明了自己的大哥地位 港月季虽然是县礼节目 但芒果完美实现了英宗和港月科普之间的平衡 宝岛季的阵容虽然与网友们的期待差距甚大 但整季质量依然吊打内于所有英宗 两季节目诸遇在前 嘉年华季自然备受瞩目 但如今节目即将收官 用高开低走四个字形容他在何事不过了 嘉年华季的首期节目 虽有部分红歌引发过一些争议 但节目组的诚意相较前两季是相当的 可惜之后就出现了选曲与其他节目重合过多 编曲没有新意 真人秀不够丰富等问题 总体来说 敷衍二字贯穿了嘉年华整季节目 观众感受不到节目组对这个系列的用心程度了 尤其是和港月迹象比起来 真的配不上嘉年华的超高利益 嘉年华竟目前播出了九期节目 第十七录完带播 最后一轮录制就是金曲盛典 也就是第十七和第十一期 近日已经进行了彩排 飞行嘉宾被曝光是杨坤和善一纯 部分盛典歌单也流出来了 杨坤不算是湖南卫视的老朋友 但之前参加过歌手2019 凭借中国好声音积累的国民度 最终冲进了总决赛 并拿到了第四名 这是踏实隔近五年再度亮相芒果音宗 单依纯常住过港月季 而且吃到了节目的巨大红利 尤其是国民度得到了提升 再次与红校团队合作并不意外 当然了 如果红校还能请到单依纯加盟歌手2024的话就更好了 歌单方面 网传孙楠将独唱声声不息 是他之前参加为歌而赞而原创的作品 观众又能在独唱的孙楠身上看到全面爆发的那一面了 正如嘉宾们盛赞的那样 现在的孙楠非常松弛 但实力完全不减 韩红将独唱KO 是他在参加爆裂舞台时以XXXL身份原创的作品 当时与王嘉尔合作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 韩红之前与宋亚轩合唱的《忏悔书》 也是在爆裂舞台时原创的作品 能看出来他很喜欢自己以XXXL身份写出来的完全不同于以往那类风格的歌曲 宋亚轩将独唱下午5点23分 是他个人第一首独唱单曲 曲风轻快 非常是被他身上的少年感 谭维维将独唱红艳 应该就是大众熟知的那首 原以为谭维维应该唱过好多遍这首歌 但公开资料显示他只在跨界歌王中与独卫嘉宾合唱过 而且是清唱 这次的独唱估计又是风神的一版 胡彦斌将独唱我们还会一起走到那里去吗 是他自己去年新专辑中的作品 最后的金曲盛典 大家都开始给自己打歌了 合唱歌单部分 汪苏龙将分别与宋亚轩和单依纯合作晚安 如果爱忘了 前者暂不知是谁的版本 后者是七威歌手时期的经典作品 据说汪苏龙和单依纯彩排了五遍 现场听感非常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七威非常有可能常驻浪捷舞 他之前因为怀孕和产后恢复 连续错过了两季 今年应该比较稳 七威原本就是歌手出道 而且从他帮助李承轩设计两次批歌出舞台来看 他对舞台创意也有自己的想法 值得加盟浪捷舞 古剧鸡和周深江合唱泪桥 来自五百不算爆红但旋律好听的歌 两位合作者有望拔高这首歌的知名度 胡彦斌和陈楚生江合唱再回首 二人之前都唱过这首老歌 而且在前段时间大爆的繁花中也是热门插曲 这样一首快之人口的老歌并不好改变以及合唱 就看两位唱作人的功力了 毛心灵和于可维将合作李与春的经典下个路口见 想象中很适合他俩的华丽声线 但这个版本的重点应该会有简单的舞蹈 一代浪姐和三代浪姐的合作值得期待 杨坤和谭维维将合唱《风平浪静》 是五百位电影《风平浪静》演唱的同名推广曲 该电影的男女主是张雨和宋佳 跳房虽然没有大爆 但多个片段在短视频平台还蛮火的 女队全员被爆将合作姊妹 暂不知是谁的版本 从上来看 尽管金曲盛典被爆的歌单不完整 但独唱部分基本都是各自打歌 合唱部分依然没有主题 有金曲也有冷门 节目组的选曲依然迷惑 嘉年华播到现在 选曲环节的槽点是最多的 也是最能看出节目组敷衍的一面 不少观众怀疑红校团队的更多精力 都放在了正在筹备的歌手2024上面 其实想想不无道理 嘉年华既然这样了 但愿红校团队真的是在用心筹备歌手2024 否则嘉年华这一季的这批好歌手真是被浪费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